李健娜近日接受訪問除了分享到近期演出舞台劇的心路歷程外 與有一子一女的她也透露自己與小孩的互動 其中她說到,在孩子年紀還小的時候 自己因為要忙著工作,錯過很多他們珍貴的第一次 當時自己會抱著咪咕舞的心情 只要是小孩的要求她都會答應 後來也才慢慢學會與小孩溝通討論出最適合彼此的相處方式 李千娜也提到自己很幸運,孩子小小年紀就很懂事了 都會體諒她,尤其的是她與女兒看起來很像姐妹 某次幫女兒租屋時,房東居然還態度不好的表示 可不可以叫你們家長來,李千娜無奈直呼我就是家長 此外,女兒對於音樂非常有興趣 對此她還被問到是否會讓孩子進演藝圈 李千娜則表示自己平時會讓孩子到現場看她錄影 但絕對不會幫孩子引見 自己想讓小孩們辛苦努力走過一遍 讓他們知道不是這麼簡單就能當成藝人 也是剛才教行不 Scorpで的 任何人與嚴重重襟成是否走過一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